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 名叫端午 指的就是一年当中最居正中的一天 正中即天顶 天顶为九五之尊 为太阳 此时正是阳气正升 阴气下降之时 是驱凶辟邪的大好时机 在风水上讲是辟邪转运 增加正能量 天才运的重要日子 如果之前运势不顺 健康不佳的人 在午时 11点到13点晒晒太阳 乘一碗水饮 午时水已能用来辟邪开运 具体怎么做呢 一起和小酱汁来了解一下吧 一 什么是午时水 所谓的午时水就是每年在端午节午时 11点到13点所取得的水 午时最好是取自井水或者山泉水 因为被太阳晒过 但是现在城市中很难取得这两种水源 所以 矿泉水或是在自家打开水龙头尝一碗水 在午时被太阳晒过之后 都叫做午时水 也可寻找自然涌出的山泉水 效果会更好 这具有很强大的辟邪解恶效果 用午时水来煮饭 烧汤 煲汤 接下来的一年可以无灾无难 二 如何使用午时水 由于端午当天是一年中阳气急剩的日子 午时水有名为羊水 小江之提醒 午时水既可以内浮 也可以外用 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使用方法 一 午时水可喷洒于身上 古书上印有五月五日午时去井水沐浴 一年意气不清的记载 端午当天所收集的午时水 可以在当日冲枣或者存在于喷雾罐中 以后当感到运势不顺利时 就可以喷在头上或者身上为自己改运 二 制作改运阴阳水 可在当天的午时上午的11点15到13点 准备一杯放凉的开水 再放一半煮沸的午时水 制作成可改运的阴阳水饮用 三 将午时水喷洒于家中 将午时水喷洒或者放在家里的四周 可避邪跟化煞一整年度 四 花精手工皂平安除惠 除了在端午节当天用午时水冲澡以外 也能够一起使用花精手工皂洗净身体 可以得到平安除惠的好运 三 端午其他开运方法 一 点红皂命法改运方法 还没有对象的未婚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 并穿戴些红色的饰品和水晶 多穿红色的衣服多吃红色的食物 例如番茄 西红柿 草莓 能够帮自己招来好运 解洗气 引得红乱心动 也可以把指甲染成红色 可以招来因缘化解煞气 称作点红皂命法 点红皂命法改运日期 一般是在端午前后三天 今天的端午节是 6月14 也就是6月11到6月17期间 连续三天用点红皂命法 帮自己解洗气 特别要点红皂命法改运生肖 一 生肖牛 本命年 太岁当头做 无灾恐有祸 生肖牛直年太岁 整体运势受到雄心的压迫 运势起伏不定 摇摆动荡 处处艰难 想要有好的收获 一定要付出比平常多八倍十倍的努力 才有机会达成目标 二 生肖羊充太岁 生肖羊地支胃与牛地支丑相冲 胸心数量也最多 所以2021年让你感觉做任何事情都困难重重 寸步难行 运势上虽然没有本命年来的严重 但是也千万不能就这样松懈下来 三 生肖狗行太岁 生肖狗的地支旭与生肖牛的地支丑相形 在2021年非常容易因为跟别人的一点口角是非 让自己引来合约诉讼官非问题 另外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情绪 比较容易受外人的影响 一个被激怒就要失去理智 大暴走而自乱阵脚 四 生肖龙破太岁 生肖龙的地支沉与生肖牛地支丑相破 在2021年骁龙者会遇上非常大的挑战 不管是在生活上 工作事业上 感情婚姻亦或是自己的定力 都是一场严苛的挑战 五 生肖马 害太岁 生肖马的地支舞与生肖牛的地支丑相害 为你的2021带来了小人与迫害 无论在工作职场还是朋友之间的互动 就需要格外的谨慎小心 有时候不是自己犯错 但是却因为跟朋友往来互动密切 而背了黑锅或者是遭吃鱼之殃 二 当天可吃黄色食物增加财运 例如菊花 蛋黄 碱粽 黄豆 玉米 地瓜都很合适 三 佩戴五色绳编成的粽子平安挂件 五色绳象中着福 禄 寿 喜 财 五种好运 也代表着迎来东西南北中五方福气 居家可挂五色绳粽子 五色水晶挂件 四 悬挂艾草 香包 橱汇包 俗话说 清明插柳 端午插爱 端午节这天可以在门梁上悬挂艾草 昌浦帮助趋吉避凶 艾草有浓烈的芬芳气味 端午节正值初夏时期 气候多余潮湿 容易滋生细菌 悬挂艾草 昌浦可以寄油香草 挥发气味来清洁空气 消除病毒 四 端午禁忌 一 香包即丢失 端午节小孩子有佩戴香包的习俗 而且小孩子佩戴的香包 在端午节当天不能丢失 如果小孩子佩戴了丢失的香包 近期内要警防灾害和意外 二 严禁防势 农历五月为九读月 而端午为九读首日 血火旺盛 天地气场不正的时候 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身心 因此当天不适合男女房市 三 远离阴气重的地方 端午为九读日 这天尽量避免到阴气重的地方 像是医院或者殡葬场 以免身体不是生病 另外这天也应该避免游泳 若是玩水 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五 增加正能量去煤求好运小妙招 除了取午时之水 酱友们也别错过正午时间 为自己除灰开运的好时机 小酱汁建议大家也可以晒午时 端午节又称为纯阳节 一年中阳气极盛的日子 如果想增加点正能量 要把握端午节中午11点 至下午1点时刻晒晒太阳 尽量让自己户外走动 端午节当天应该要把大门以及窗口打开 让阳光照入屋内才会带来吉祥锐气 家里的衣服被褥等等 也可以拿出来晒晒太阳 晒过五时的衣服不容易发霉生虫 而且能够保存很久 酱友们也可以趁着这个 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日子 做做增加正能量开运曲鞋 运气不错的人可以旺盛加旺 近来运气不好的人 不妨利用这一天向老天求换好运 小酱汁为酱友们提供一些 去美好运的小妙招 一 提升健康运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 所必须的气氧东西 当午节当天晒过五时阳光后 用来煮饭烧菜 能够保佑身体健康 家中再有服用中药药材的 也可以拿回来晒阳光 据说病人服用了晒阳五时的中药后 病情能够改善 但千万不可晒西药 可能导致药性变质哦 二 招财运 求财之心人人皆有之 想要在来年增补财运 可以在五时晒一晒钞票 相较于新钞 小酱汁建议将友们晒晒旧钞 因为新钞票流通的时间短 没有经过人类双手 吸取阳气 缺乏人气 当然晒钞票的同时 小心不要被窃匪盯上 除了钞票 平常使用的钱包 也可以拿出来晒一晒 但必须先将钱包里面的东西清空 才拿去晒 切记千万不要晒信用卡哦 否则负债累累 三 催旺事业运 投资者或者做生意的人 希望生意兴隆 事业顺利 可以把店铺里账簿 或者算盘拿出来晒一晒 四 增旺桃花运 想要好好谈场恋爱的单身男女 端午节带五色绳手链 祈求爱情 望运时 五色线是最常用的开运物 五色丝线即绿色 红色 白色 黑色 黄色五色 五色分别代表金 水 木 火 土 五行 以及东 西 南 北 中 五个方位 五色绳手链具有五色和欢的功效 想要早日告别单身的男女 还可以把五色神手链 戴在手腕上或者脚踝上 男生戴左手或者左脚 女生戴右手或者右脚 可以增望八方人员天喜气 会对招来好姻缘有帮助 在十五 十六 十七的月光照射下后佩戴 效果更佳 五 提升学业运 家中尚有在求学的学生 可以将自己平常使用的文具书包 比如校服 笔 纸拿来晒 有助学业成功 考试顺利 以上就是关于端午如何增运 收获正能量 驱邪射媒的解析 最重要的就是用五十水来为自己转运 只要掌握了这个小妙招 谁都可以顺利获得好运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